時事焦點 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你好 我是梁彥誠 繼續和大家討論世界大事 關於人權的問題 美國總統特朗普 曾經是 批評四個民主黨 非常激烈的年輕議員 他們都是屬於少數族裔 他說你返回自己的家 你的國家又破碎又落後 又犯罪槍決 你不要來 對美國指手畫腳 那些少數族裔的議員 包括有一個應該是穆斯林 大事抗議 民主黨在眾議院 推動彈劾特朗普的做法 在16日 通過了 譴責特朗普種族言論的決議 不過奇怪的是 蘭斯普魯士 眾議院長民主黨大佬 特朗普卻不支持彈劾 但就說特朗普 要辯護這些事情 是很可恥的 當然罵特朗普 就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但至於特朗普 也是另外一個普遍的現象 這就是美國的特色 而在17日 提出彈劾總統的方案 進行表決 結果是332票 對95票 並沒有成功通過 對特朗普的彈劾 其實特朗普 對於他選舉來說 美國是選舉的民主 選舉民主之下 他想佔多數白人 是那邊的 他認為是沉默的大多數 在美國 這些人是去支持他 因為他有很多做法 是回復以前美國 去年代美國那些白人統治的特色 對民主黨搞出很多多元主義 或者多族裔的人權的問題 其實有某種抗拒 美國的法例當然是保障每個人的人權 但也會過分保障不同族裔的時候 可能白人的利益又會受到某種侵害 或者逼他去做沉默的多數 等於政治上的少數 而特朗普在這個地方 能夠掌握到白人的心態 所以他做很多 所謂經濟蟹族的做法 那經濟蟹族的做法 那個特色其實就是回復回 舊時美國那種大美國的特質 民主黨其實經過幾十年 轉化美國向所謂多元的方向 或者那種自由主義 甚至是激烈的自由主義 將它抗拒 一直以來這一種激烈的自由主義 和傳統保守的美國的原本文化精神 其實這場文化戰都打了很久 現在美國差不多撕裂為兩方面 一方面支持傳統保守的 一直美國成功的文化特質 那種文明特質 那種是由民主黨和其他人士 推出的一種不同的原本美國 但認為一個新美國應該走的 那種寬容多元族裔那種特質 這兩個特質的觀點又是起度交貨 又會形成一個非常有趣的爭議 大家都拿出很多理由 很多說話 大家都好像合理 但大家是水火不容 美國其實到目前 一文化戰撕裂為兩種觀點 兩種意識形態 以及兩大陣型的對立 看來都還有一段時間 好的 好